大家好,我是三米 今天是2020年5月18日 周一,现在是上午的11点45分 室外的温度是零上16度 多云 今天翻拉一下菜土 这个菜船就是已经搞好了 就是上面 下面是黑腹土,上面是牛羊粪 黄色的就是底土 就这样已经 大概也这样搞了一下 等下种的时候,他们就再去 就自己可以种了 奶白菜下苗的第一天 下种子的第一天 大家看一下 这黄黄的就是奶白菜的种子 盖土本来盖了一点点 但是一 焦水啊,就是它这个 就已经露出来了 也有的在下面 也有的在下面 很多种子 今天下午呢 做了一下木工火 打了一个小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 怎么说呢,是户外的一个 箱子吧 打了个坏的箱子 另外呢,我女儿的车呢 她的车 两个月没开 这个没电了 因为她在路上的时候呢 她没有熄火 就在车上 她熄火以后在车上开空调 那里休息了一下 所以说把这个电亏空了 亏空了以后呢 现在充电也充不起来了 我现在在用这个充电器的 这个恢复功能 看看能不能恢复 不能恢复的话 就要去在里面买一个电瓶 电瓶吧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 打了个这种木架子 下面呢就是刚好就是 我原来的一个 装东西的一个 放在车后面装东西的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呢 以后就搞得去装水了 装好水以后 在上面这一层呢 我就可以放一个电瓶 放个电瓶 放个水泵 把管路就接到这里 刚好是从那边来的水 我就可以这样去搞了 本来我想在延长打长一点呢 把这个架子把它就是把这个箱子 箱子呢把它搞长一点 搞长一点 把这个垃圾桶也放进里面去 因为这边都是我在看这个货 其他人家都有这样去放的 但是我想一下还是先搞一个这个小的吧 反正这个又不是防腐木的 就是讲很很快就会 就会没烂的 可能就几年就会没烂的 到时候假如说好的话 我就再再做一个嘛 不要紧张 这个都是反正都是能用几机就行了 反正箱子时间没什么事 用了有五六根 五六根木头 也不要多少钱 一块一两块钱一根的木头 好吧今天的视频就是说 就记录这一些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